只说因为他现在 这个所谓的设诈 包括就是说 他的说法几番改变 包括之前所谓的处理利息 后来变成是夫妻孝心了 变孝心帮助婆婆 这理清楚了 当然一百万 一百万到底是借贷 还没有卷入 这查经理由都查得清楚 我相信 而且包括基金也去告他 而且他自己 未来这些一定会被传唤 而且查经理由查清楚 到底有没有卷入诈气 这是法律问题 有没有卷入洗钱 这是法律问题 第二个对于他的检验 那当然政治人物 要接受检验 这个是有逼 我认为这是逼 补充一件事情 就现在台北富邦 还有一件事情要厘清楚 就是财委会也有要求 那就是说 因为富邦银行 在上礼拜的时候 特别发一个信 给所有的客户 里面讲了说 如果本行行员 有下列事项的话 请各位客户 要不要配合 这些都是禁止事项 其中有一个就是包含说 如果用这些网路上的社群软体 来公布 发布业务的相关资讯 那这条很明显就是 要回应 因为上礼拜 徐晓银公布了一张 说他婆婆跟屏东行员之间 LINE截图 你是不是当时贷款给蒋新词的专员 这是 我又没有 你认不认识徐晓银等等 就一张LINE截图出来 所以富邦后来就发了一个信 说这个我如果我们的行员 用LINE私下跟客户 来去交换业务资讯 这个是禁止的 那所以现在富邦银行 事实上台北市议会 也有要求富邦银行去查说 那像这样的一个行为 是不是有违反你们富邦银行 自己的规定呢 那这个部分就要等富邦银行 下礼拜来给大家一个答案 如果有的话 那就变 那就其实变得很像之前 我们回去讲 薛晓银当时微庭事件翻版 等于说为了这个行员 被逼着要配合你出来 要跟这个蒋女士一搭一唱 他甚至被迫要违反了 银行的规定 那接下来这个行员 会不会受到懲除 那行员就很倒霉 那是不是徐晓银又是滥用职权 对不对 利用他的影响力 逼迫北复营的行员 必须跟他的婆婆 去做这种所谓的对话 那只说现在案情本身 诈骗集团到底是一个 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呢 易三兄 因为现在传出 徐晓银这个大姑家人 出钱请律师 有可能是当双面人 因为他说要去帮林渔伦辩护 但是有可能引导成林渔伦 去认罪换取 他们刘家人变轻刑 对 把军购当成网购 昨日炫富 今日装穷 一切的这些徐晓银的作为 都是为了转移 那两千万怎么来的 怎么去的 用途是什么的 真正本案核心的焦点 两千万到底有没有超贷 其实不用那边那个耐记录 刚才讲到那个耐记录 直接你的见价报告 你的核贷报告 直接你的利息怎么样核定的 你公布出来嘛 如果没问题 你怕什么公布 你干嘛要富邦还要去查 你婆婆还要弄一个耐记录 你直接丢出来 如果只合了一千一百万 只合了七百万 很合理啊 拿出来啊 为什么不敢拿出来 还要做假的耐记录 还要先讲了五分十七秒的电话 才公布那个耐记录 心虚嘛 另外一个心虚 就是今天说周刊所爆料 这个要心虚嘛 还要帮林雨伦 就是三个被羁押 一个唯一不是跟他们 没有亲属关系 有民进党当政的 这个人叫林雨伦 还要乔律师 为什么要跟他们乔律师呢 因为希望林雨伦 这是周刊报道 林雨伦能够认罪 来减轻 甚至是让他的姐夫跟姐姐 无罪嘛 这个才是关键嘛 这招太阴险了吧 好 来了 为什么要他无罪 我就推论到他们之前 那两千万是做什么嘛 很多人为什么说 这两千万很不合理 和1450万 因为他们说1450万 还有一些现金 直接是进去嘛 如果 不要 我们不是借 这是徐晓晶说的 他做这个部分 不是 徐晓晶不是讲借 是被骗 被骗 是被骗 给他姐夫去创立公司 对 我说真的啦 儿子女儿要开公司 我们爸爸妈妈 帮忙都很合理 但是绝对不会用房子 抵押借钱 去给你儿子女儿开公司 顶多是现金全部拿过去 除非是房子已经是 继承给儿子女儿了 怎么可能 我还用房子去抵押借出钱 来给你去开公司 所以有人就质疑 为什么分三次嘛 因为不要忘记 所谓的2000万 他们的 所谓的诈骗的手法 叫做 我去买泰达币 给诈骗集团洗钱 洗钱之外 我有一成的利润嘛 是不是 甜头藏到了 我第一笔的甜头藏到了 第一笔720万 现在有一成72万 先赚到了 所以我多借一点 多借一点之后 我再投进去 我再赚一笔出来 为什么要先投进去 有些人说 那个是纸上座也不是 我要先买完泰达币 然后跟这个诈骗集团 说我有这么多的泰达币 直接转给你的时候 你的钱才会转出来 我再把现金拿出来 再转出来给他婆婆 有藏到甜头 再加码投资 加码投资 如果叫做加码投资 他才有必要 叫林宇伦认罪之后 让他的女儿没有事情 让他的女儿的女婿 没有事情之后 他也没有事情嘛 所以才要帮林宇伦转律师嘛 这第一个 我们怀疑的地方 因为这个是周刊爆料的 第二个怀疑的地方 许小新不断的说 这个一百万跟两千万的用途 就叫被骗 一个叫做 我会给我婆婆的户头里面 当成是还利息 对不对 还利息的部分 一直被我们讨论叫不合理嘛 让人利息欠到一百万了 所以还利息这件事情 就不可能存在的事实 这一百万到底干什么用的 所以就回到这个问题 他说我就是送了 也就算了 那你一开始为什么要讲利息嘛 所以就有人说 串供嘛 空中串供嘛 如果再加上 他帮林宇伦找了一个律师 然后他现在不断地传播 这两千万跟一百万的用途 跟目的的时候 是不是透过律师在打算进行串供的工作 这个问题就来了 那你为什么要串供嘛 所以许晓鑫你不要再用这些有的没有的事情来转移交点什么 你睡一瓶装穷 然后隔天又说你装穷 然后前一天又说是你可以早三天赚两万元 他其实要我们大家去讨论他身上的名牌 要我们大家去讨论他到底是穷还是富 他就是不要我们去讨论一百万跟两千万 为什么 一百万跟两千万才是重点 一百万两千万 证明他跟诈骗集团到底有没有关系 但是这些额外的所谓的副本 我们讨论沸沸扬扬的副本 就是他要我们讨论的 那现在刘佳仁他们说 因为是帮林玉伦这个辩护 让他不用请律师 现在林佳仁看起来是发现了 所以赶快解除刘佳找来律师 自己找律师比较保险 当然因为这三个人到底 我们之前在讨论的 主贤应该就是他的 徐晓鑫的姐姐跟姐夫 林玉伦伴的角色 比较像是借户头 给所谓的这个刘姓 因为他们之前的户头 已经被扎封 已经有问题了 因为两次不挤诉 所以户头被列为 所谓的风险户头 所以他跟林玉伦借了户头 所以借了户头 林玉伦的角色比较像是车手 就是我借了你的户头 拿来做洗钱的工具所用而已 而不是所谓的主嫌犯 在前一天的 《镜周刊》的报道里面 写得很清楚 主嫌犯就是这个刘姓夫妇 刘姓夫妇的这两个人 他们为了帮诈骗集团来洗钱 洗钱买了泰达币 赚了一成 然后最后我还要讲 因为林玉伦好像是 后来是刘相姐去找来的 到底他们只是洗钱 还是所谓的泰达币 最终的获利者是谁 这个是一个问号 最终的获利者 到底是不是也是他们两个 是的确 现在检调正在追查 所以是不是许晓鑫 创了蛋的一个最大的原因 来 美美姐 现在这个许晓鑫 当然又继续的连连看 今天的脸书又去连这个 顾立雄跟王美花 只是说这个事件的癥结 诈骗案的这个调查 现在的最新情况 恐怕是律师三个人被收押 现在他们可能 现在律师在大逗法了 我先讲 许晓鑫 他其实也是学习科文者的鲨鱼战术 所以赶快就一下子什么 有没有这个 我们的国防采购 等等方面的问题 然后把网购 跟国防照片搞错了 那另外一方面 他又看这边连连看 你看他才刚扯完郑立军 那今天又扯王美花 不就是一切在转移焦点吗 那为什么 就是害怕大家 去查这个一百万的事情 去查有没有存在 他那个底下被一堆网友洗脸 对 他说虚然就好了 管好自己就好了 我告诉你 说真的 我没有看过这么天才的名义代表 你知道吗 一般比较老练一点 名义代表是这样 比如说家人 家里头有人出事情的话 我就顶多出来说 这个家里这样子 那我们就尊重司法调查 我们非常抱歉 不就好了吗 对不对 或者说真的市政民就出来 道歉就好了吗 他不是 他先出来切割 我自己好像夺清白一样 切割婆家 然后这一下子 什么自己以前夺穷 然后被发现满身名牌 一大堆事情前言不对后语 然后最重要是在一百万 完全都不一致 那你到最后 现在大家加码怀疑说 你为什么要淋于轮来扛罪 然后这一百万 请问真的是利息吗 你处理的吗 还是是借这个借贷呢 还是投资呢 还是你又说是赠予呢 然后为什么房子可以越弄越多 可以借到这么多钱 全部是你许小新一个人搞出来的嘛 那现在新的又开花了 如果要淋于轮来当罪 如果还是就说同样的 你的律师 律师是这样 律师不能双方代理的 比如说我一个律师 我当这一方被告的代理人 然后另外一方原告 我也当他的双方代理 也不行 这样冲突 这冲突 好这是有我法律规范 同一个案子 大家都是被告 对不起喔 被告大家隔离审讯的耶 那可能大家都互相利害交官的 你也不能同一个律师 来当同一个案件 诉个被告的诉讼代理人 请问一下他有没有违法 违法了嘛 假方心嘛 这一招很厉害耶 这厉害 帮你辩护 帮你辩护 我就是引导他认罪 对 如果是这样多可怕 所以也是因为 这边报道也出来嘛 因为不小心说漏嘴了嘛 哎呀我们这个 他这个大姑啊 他婆婆讲 不能再被起诉了 再被起诉 一定会被判刑的 所以这个 林玉伦老婆才会警觉说 怎么这么好心要找到诉 是不是要引导他认罪 因为有讲嘛 因为他这个婆婆跟他讲说 这个就认罪嘛 一定轻判嘛 轻判可能就缓刑嘛 你女儿子也可以认罪 也可以轻判吗 也可以缓刑嘛 是怎样 比如说叫林玉伦 所以林玉伦这条 律师前不能省啊 不能省 省的是英小师大 不问你嘛 同案被告 这边互相隔离审讯 这可能会互咬的 这是有厉害关系的 有这么好心 给你吹入疏忽 所以这里面是不是有鬼 那会不会像易善所讲的 这里面都让我们发现 其实出来更多的猫腻呢 如果这个一百万 是吃好倒霉 不是倒霄呢 这就是为什么徐巧欣 这个前言不对后语 说了一个谎 要更多的谎 乃至到最后 现在回复女战神的样子 要转移焦点 然后去连连看别人 对不对 可是他自己最会连连看 也就是说 一切的业力引爆 回力标都他自己的身上 而今天我们讨论这么多礼拜 明显你也不要万坛 这就是 徐巧欣 自己走 自己搭 他自己去业力引爆 他自己去大开大张旗鼓的 每天就对着麦克风讲话 自己在那边搞出这个案情出来 自己讲了一大堆 不就是他自己吗 我从来没有看过 徐巧欣这个样子 各位你什么时候看过 他在记者会前面 他拿着稿子照本宣科 我都怀疑是不是国民党 你不要再说 你刚才说得更大 会不会是这样 然后呢 搞到现在他要转移焦点 但这一切 所以网友难怪摔一排 没有用嘛 恐怕杠上开 还不知道多少装 最恐怖的是 抄贷的事情 他现在已经有几条案子了 这里面你到底是不是 詐欺罪共犯 也就是说你有沒有投资 然后抄贷 你有沒有利用職權抄贷 还有各位不要忘记 有没有财产来源不明罪的问题 你的一下子100万 那请问一下 超过你的一元收入多少钱了 只要三倍以上 就财产来源不明 他到今天他没有交代清楚 他先说100万 后面什么50万老公 50万他 这都非常的奇怪 所以这些问题 到底会不会烧出更多的火花出来呢 我只能说 徐晓鑫 你聪明一世 你糊涂一时 你这是个人造业 个人单 业力引爆 只怕越烧越旺 如此而已 好 蓝白多数的立法院 现在几乎是全面封杀绿营 绿营想开会 就给你散会 不让你开 那要投票的时候 白营就不投 等于也就是帮助蓝营 那现在白营的黄国昌 看起来是更过分了 看到绿营 动不动就咆哮 今天就发生 范云只不过是在表决过程 跑去民众党的区域喊话 结果就被黄国昌咆哮 他说你不要靠这么近 你要喊过去喊 我有欠你吗 来 吴珍 现在黄国昌怎么回事 一靠近就会爆炸吗 今天这个状况是这样 就是范云 事实上他在立法院 有提一个 关于性骚扰防治的 这样的一个修法 其实就是要规范 说如果立法院里面 有立委自己去涉入性骚扰 这样的事情 那应该要送立法院的纪律委员会 范云讲的这个是非常有说服力 因为他之前就在立法院的议场 被国民党立委 陈雪生性骚扰 法院都判刑确定了 但是因为过去规定 立法院没有这样的内规 所以陈雪生后来也没有遭到 立法院内部的惩处 只有外部法院的判决 所以范云就提了这样一个修法 昨天在委员会 司法法治委员会里面 因为国民党要散会了 这个法案如果国民党散会 就没办法再往前推动 所以范云很紧张 赶快把他提出来 说那我们这个要提禁副二读 所以今天就在立法院 议场要表决 那重点是昨天 其实黄国昌 是有在司法法治委员会里面 答应范云 说只要是这个性骚扰防治 性侵害防治 me too的防治 这些都是大家支持的价值 这个部分都没有问题 真的 所以范云听了很兴奋 就好好好 你说的 好那之后要支持 不要变 那结果今天投票的时候 这个就是表决记录 我们大家就看到说 那投票之后就发现 国民党又封杀了嘛 这个今天是民进党51票 对国民党53票 但是中间有一排灰色的 又有八个人的名字是灰色 是哪八个呢 就是民众党的八席立委 他们今天又再度上演 在立法院议场 人在 但是不出席 也不投票 不赞成 不反对 不弃权 就是完全袖手旁观 坐领甘心 那这民众还很奇怪 又来了 你整天在立法院里面 都坐着看戏 也不投票 也不反对 也不表态 到底要你干嘛 好 那范云看到这个状况以后 就很shock 就跑去问黄国昌说 不是啊 你不是说要这个法案 要支持了吗 反性骚扰 这没什么问题吧 大家都支持吧 那黄国昌就突然 突然整个暴走 你看 黄国昌是整个突然 整个脸 直接贴着这个范云 这样暴怒暴吼 你吼什么吼啊 我有欠你吗 我有欠你吗 然后啪 然后范云就说 哇 那口水 整个都被吐到脸上 全部都死 真的噴到脸上去了 对 范云就直接发文 说哇 因为你看距离非常近 甚至这个 你看黄国昌吼得非常用力 这个嘴巴全部都嘟起来了 所以口水要啪 我觉得范云 范云被黄国昌摆了一道 是不是他前天故意说支持 然后最后反悔 然后还这个反 咆哮他回去 真的是被咆哮一顿 所以黄国昌确实是立法院的咆哮地 这个而且是他一边咆哮的时候 还咆哮对范云说 你吼什么吼 那事实上问题是 大家都知道 黄国昌的这个吼功 吼劲是比较强的 所以范云真的是 有点无辜一点可怜 又被吼了一顿 然后口水被啪喷 脸上都是 那这个问 那当然范云很可怜 那问题是说 其实这里面我们看到民众党 现在在立法院的角色 就民众党 我们发现说 其实已经很清楚了嘛 每次投票下来 不管你这个议题 本来是不是你支持 是不是你 本来过去也挺的 例如说年金改革 例如说反性骚 那只要是 民进党要送的 民众党就不会支持 只要是国民党要封杀的 民众党也说OK 那你就去封杀 那国民党要举手表决的时候 拍拍黄国昌 手也举起来 摆明在立法律里面 就是当小兰嘛 他们的态度非常清楚 只要是民进党的案子 一律通通不支持 不论是不是有正当性 只要是国民党 要请他们配合地方 一律通通支持 也不管这个 有没有跟他理念抵触 所以我觉得这事情 非常荒谬 因为民众党选前 跟所谓这300多万的青年选票 跟小草们讲的是 他们要主打公平正义 要世代正义 要改革 但问题到了立法院以后 反年改 他们也放手 让他过 然后现在这个反性骚的东西 他们也不愿意支持 那变成说 我觉得民众党 你就老实 跟你的小草们交代清楚 你现在就是心中 只有政治算计 完全没有公平正义 也没有理想 各位小草们 民众党黄国昌总召 现在在立法院 就是这样用你们支持 把300多万张选票 当成他个人的政治筹码 去跟国民党未来 要争取选新北市长 去做他个人的政治盘算 什么公平正义 现在偷偷泡到脑后了 对 我们看到民众党 这种情况 黄国昌可以说 出尔反尔 明明前一步 是有答应范允 结果 马上真正要投票的时候 就八票完全没有投 所以在昨天审理 这些草案当中 这所谓的反性骚尔相关法案 黄国昌指寻也同意 但当天审理 却直接消失 所以沈伯扬就说 感觉你算赞成这个法案 但为什么不投票呢 所以冠婷 现在民众党已经变成 国民党的覆水组织了吗 当然了 民进党我欠你的 看到民进党就讲 我欠你的刚好而已 今天这个结果 人民的选择 今天是立法院全员到齐 113个人 全部都在立法院里面 两个关键法案 第二个关键法案 我们的立法委员 开秘密会议 不能把里面内容 对外透露 这大家都会支持吧 第二个内容 相关性骚扰 用最高标准来检视 纪律委员会 纪律委员会审管 如果有问题 送刑事 我相信这两个案子 大家社会应该有 高度的共识 结果昨天的状况是怎样 为什么今天会全部动员 今天全部表决 昨天在开委员会的时候 黄国昌 他们没有出席 国民党 现场一副要散会的样子 没有要讨论 所以民进党希望这个案子过 我们只能做什么事 把法案抽出来 让他禁服二毒 可是因为昨天 虽然黄国昌 没有在委员会里面处理 可是据民进党的立委 跟黄国昌 互动的感觉是 他看起来是支持这个法案 因为性骚扰事件 他也是认为说 应该要好好处理啊 就算我们有误解好不好 我退完步 我们有误解 国昌老师没有这么有善意 国昌老师没有这么支持 今天范云委员 身为一个立法院的同事 我还不算你们是台大的学长 学妹什么这些关系 都以前的交情都不要算 过去跟你讨论一下 有这么严重吗 今天的状况就是 刚刚吴枕讲的关键点 他不是没投票而已 周翔哥 上面那个按钮 连出席都没按 所以我讲民众党没出席 你没有出席 这应该要扣钱 不能领钱 对不对 心血小偷 对 113个立委 韩国瑜没投票 连江启臣 国民党反对 所以江启臣都投了反对票 最后比数多少 51比53 陈超明跟高级素美支持国民党 这都预料中 所以我们1月13 投完就知道 关键是民众党 你的态度是什么 你给我小后 你站出来跟大家讲说 那我投弃权 我觉得我还尊重你 你认为说 有弃权这个选项 有弃权啊 对 他不投啊 他现在是连出席都没出席 就是薪水小偷嘛 好 那最后的结果怎样 范瑜当然觉得满脸问号啊 我今天跟你互动的感觉 觉得你支持 我过去那边 跟你讲个话 我欠你的 这个是 我说实话 我们大家蓝蓝绿绿 在议会什么 我们都有感情好 感情不好的人 你对同事会这样讲话吗 今天我举例了 张志伦遇到吴昌 感情这么差 他也不会这样讲话了 不会有人 那是基本做人的道理啊 我必须不会员讲一件事 我觉得国昌老师 国昌委员 他情绪控管出了大问题 而且他的情绪控管 不只是情绪控管 可是他的情绪控管 只有看到绿的会爆炸 看到蓝的不会 他现在两个关键字 看到蓝的就非常的温顺 我现在来讲这情绪控管 我认为有两个关键字是 黄国昌现在爆走的关键按钮 第一个关键按钮叫民进党 民进党接近你 我跟你讲 从今天开始 民进党哪一个法案 敢去跟黄国昌参凶 最后结果是什么 就是 出尔反尔 黄国昌不会再出尔反尔了 黄国昌他们就是 以后都因为不投票 国民党案子就一直过 这他要的结果 所以第一个关键是民进党 我奉劝国民党的朋友 你们不要再掉 国昌老师的胃口了 他现在这种玩法 如果你们最后新北 不理让他 你看他们会怎么暴走 我们大家等一下 我在今天在这里正式预测 国民党新北没有理让黄国昌 他现在这种全面性的 其实暗住或直接明住 或变成蓝的形状 支持国民党的法案 他要的是什么 政界都知道 我们都很清楚 第二关键字 不投票 这三个字 范云去找黄国昌讲的 第二个关键字叫做 不投票 因为他问他 怎么不投票 抓起来 这句话 请问民众党你们怎么对 你们的三百多万个小草们交代 你可以不投票 你在里面可以 偶尔可以表态 你现在是所有的蓝绿之间 立场不同 大家各自有立场不同的形象 你直接放弃 都不投票 你连细拳都不投 到现在为止 好像完全没有投过票 我印象中 重大的攻防的都没有 好 那最后一个问题 白银的支持者 有没有质疑 绝对有质疑 我投票给立法委员 去立法院行使职权 最重要的事情就是 你在关键的政策上面 你的立场是什么 这会有问题 是的 他有投票 有投票 他如果是国民党的 他会投票 曾经一个画面 你知道为什么会 只要拦了他就投了 你知道为什么会暴露吗 一直举手 就那一次 总共40案 然后当时就要否决 民进党的投票 一边看手机 只要是国民党 民党票 就举手 然后举手完之后 滑手机再举手 二阵滑手机再举手 所以他是有投的 但是他投的是 跟国民党一起来 对的确 对 我再补充一句 就是因为黄国昌说 我是欠 有欠你 黄国昌意思是说 我不欠你民进党 凭什么要我一定要帮你投票 但我要在这边讲 黄国昌委员不欠民进党 但是你欠 所有在立法院工作的人 一个正义 今天范云的提案 是要强化立法院里面 对MeToo的防堵 对 如果有立委 包含立委对立委 包含立委对助理 因为立法院过去也发生过 上司对下属性骚扰 那今天范云提一个案 要强化立法院里面 对所有包含委员 包含助理的保护 这有什么不好 黄国昌为什么不愿意支持 你为什么不愿意 让立法院的助理员工 都受到更好的 性骚扰防止的保护呢 所以黄国昌今天不欠民进党 是你欠在立法院工作的人 一个交代 对 其实不是欠不欠的问题 反正民进党就是被 黄国昌摆了一道 那黄国昌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子呢 看到绿营就爆炸就咆哮 看到蓝营就温顺的不得了 那所以黄国昌成了蓝营的 看家小弟吗 但是我要请教义三兄 现在黄国昌越咆哮 他的蓝营朋友 就支持得越多吗